- 热拉随身厅- 因为有爱,所以聆听- - gjith已经在盖壁价,撷于他,因为岂兰可没了,原因是!" 孙磁 món鱼量又更是准备! 今天的使用是在某厨房中! 然后翻页 没想到这年代 还有人用变签收写字 我这代人都很少这么做了 三楼的卫生间里可以洗漱 我已经帮你准备好了一切 然后翻页 下楼 按厨房墙上第三个红色按键 然后翻页 香剑牛小白 西兰花鸡蛋沙拉 还有烤面包片 想的也太周到了吧 想喝咖啡的话 直接使用咖啡机就好了 希望你喜欢这个早餐 记得和我联系哦 二十三岁的小崽子 怎么这么会疼人啊 许佑渊怎么都没给我发微信啊 也不知道他醒了没有 老板 您以后多摆脸呗 刚合作商看您的脸色 都不怎么敢吱声 摆一次节省一千万 这买卖 都晚上八点了 许佑渊难道还没醒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在家能用什么事 等一下 莫非小悠又启动了 不可能了 可是上回 他也是在绝对不可能启动的情况下 擅自启动了 石总 是合作公司的傅思敏 傅总 怎么了 傅总 那个 石总 现在就要回去吗 嗯 啊 是这样 我们赵总说 难得能约上石总 想要请石总去喝一杯 石总不知道 是否愿意赏脸 帮我谢谢赵总 不过今天我实在 还有些事情要忙 转告一下赵总 下次 我请他喝酒 这个姓傅的女人 好像是这公司新来的 以前没这人啊 怎么 感觉有点面熟 而且 她刚才拍你车窗的时候 手里的手机 好像在拍照 不过 好像又没有 最近看太多新证据了 可能是我太多疑了吧 还打 亲爱的玩家 巫师DL 欢迎回到 暗箱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许有远 你什么时候起来的 怎么不给我发微信 不是你没给我回微信吗 我没有收到你的信息 是吗 等一下我看看 好吧 抱歉是我的错 我没有连接到你家的WiFi 可能手机信号不太好 所以之前发出去的微信 没有发送成功 我还以为你在忙没时间回 所以我就没打扰你了 再忙回复你微信的时间也肯定有 抱歉 这回真的是我的错 你别生气 我给你赔罪 今天上班怎么样 什么时候回来 快了吧 还有半个多小时就到家了 优越 我看了你的美食游戏进度表了 挺不错的 那个 电爱APP有什么新想法吗 新的想法是有 但核心想法还处于比较朦胧的状态 没关系 如果想法比较朦胧的话 我建议你啊 想明白之后再动手 毕竟现在这个美食游戏难度也不小 需要花费的时间也比较长 也算是我们意外的收获吧 这个团队呢 我交给你带了 我知道 带小孩是特别麻烦的事 除了你之外 我还真没有其他人可以信任了 这些信任其实素质都挺高的 只不过呢 还需要进行打磨一番 你就当帮帮我 帮我把这些小孩都练出来 你倒好 我肯定去欣赏 陆姐怎么突然这么感性 你想要什么跟我说就是 我能做的一定帮你办了 还是老朋友好 新衣服穿得别扭 还是老棉袄 可是 舒服又挡风啊 外面下雨了 算算时间 十月也该到小区了吧 我还是下楼去接她吧 石总 有些话我想跟你说 嗯 公司一直有谣传说您恋爱了 这事吧 本来我不该多做 是石总 您的私事 可是刚才 我听到您在和许小姐联系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位许小姐应该就是前段时间 因为载剧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主角 许又约 对吗 没错 就是她 是 许小姐宣传发生事情 您应该都知道吧 利用游戏的漏洞刷走一千亿巨块 要不是老东家保她 恐怕她这辈子就要在监狱里待着了 老东家为她找了个替罪羊 出来之后 非但没有感谢老东家 还和老东家那烦恼 离开死过之后 遭到了整个行业的封杀 当然 这个封杀有死过的操作 也有同行的自觉抵制 毕竟是业界独流嘛 这件事我都听说过 不过许小姐是我横早以前就认识的故人 她的为人 我比任何人都了解 我不相信载剧事件是她所为 其实石总 说实话 您个人的相信与否其实不太重要 重要的是 舆论怎么看待她 我们的合作伙伴怎么看待她 若是您和许小姐的关系公布于众 您猜 我们的合作商会怎么想 M-Count是现阶段国内镜头最强的公司 毋庸置疑 很多公司消遣了脑袋 抢着与我们合作 那是因为 他们在我们身上看到了利益 如果有朝一日 利益变成了风险 您觉得 他们还会争先恐后的巴结咱妈妈 甚至 他们会不会想 暗箱向游戏划转型这件事的末后老板 可能就是许又渊本人 现在M-Count正处于重要的上升阶段 如果Score因为和许小姐的恩怨 向M-Count下手的话 咱们很有可能会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阻挠 石总 我知道 你是为了公司着想 不必多说了 我有自己的打算 我可以保证 绝对不会让M-Count任何一个人的心血白费 嗯 我相信石总有跟错 就不多说了 回来了 你真的做饭了 快让我看看 有什么好吃的 事先说明啊 石约 我真不太会做饭 这顿饭算是拿出了我百分之百的实力了 不过效果嘛 需要你亲自检验一番 嗯 可能吃上去会和看起来的不一样呢 也不是不可能 可能会比看上去的更难吃 不管 反正我今晚肯定会把它们全部吃光 你确定 你确定的话 我现在就准备寒进户车 看嘛对自己的厨艺这么没信心 不瞒你说 我是对自己的厨艺太有信心 有让你吃到兔的信心 徐悦 咱们俩是不是可以组一组 笑声CP 一块出道了 你确定不等饭好了以后配饭吃吗 我先尝尝看 好吃吗 好吃 行啊 不好吃就别吃了 别勉强 哎 干嘛 我这吃一半的 哪有吃一半就撤走的 你快去看看米饭好了没 配着米饭吃才香 石月 快点去啊 别磨叽了 干嘛 干嘛这样看着我 是不是特别好看 嗯 石月 我怎么觉得 你今晚有点奇怪 哪怪了 这不在感谢你收留之恩吗 多谢你在我无家可归的时候收留我 你哪是无家可归啊 还不是叔叔的主意 不过咱们作为一起通关的搭档 多多相处培养默契也是好的 那今晚 今晚我已经订了西郊的酒店 打算等你回来吃完饭后就回去了 干嘛这么着急走 还住酒店 我这里又不是没地方给你住 有是有 但这是你的 我也不能后腿脸皮一直留在你这儿吧 我东西已经收拾好了 许优渊 周末 我们继续按下任务吧 好 您即将进入恐怖主题约会场景 二 零 三五赛季 恐怖主题预选赛 第二阶段 发起人 等离子带花奶油蛋糕 导入电影 未获取 难度 未获取 注意事项 一 本场景所需时间较长 你还穿上色的道士外观啊 对啊 你这是商城买的屠夫外观 你看 很多灵异小说啊 影视作品啊都说过 屠夫因为杀生 身上的煞气中 鬼怪都不太敢靠近 可是也太丑了吧 还拿着把杀猪刀 外观肯定会被隐藏的 白拿一把杀猪刀 多实惠啊 发起者导入场景 四 从第二阶段开始 所有武器只能在场景中获取 五 最不经意之时 就是恐惧最可能降临之时 最不经意之时 就是恐惧最可能降临之时 这是鬼 会突然出现 吓人的节奏 就是恐怖片里最经常出现的那些吧 听到门口有怪声 鼓足勇气去开门 结果门外什么都没有 你猜 鬼什么时候会出现 在关门的那一瞬间 出现在门后 没错 你很懂嘛 不是怕鬼吗 还看恐怖片 我是很怕鬼 那也是在看过恐怖片之后 才知道自己怕的 听起来很有道理 完了 怎么 上面是韩文 我们居然到了韩国恐怖电影里 中国的道士能对付韩国鬼吗 韩国鬼怕不怕皇甫 这还真是个历史性难题 场景你熟悉吗 看得出来是什么电影吗 应该不是我导入的电影 是韩文 有东西过来了 别怕 开开门预警 应该不是什么危险的东西 请乘坐404公交车 前往鬼山大学女生宿舍 必须在十二点前到达 否则任务失败 你听听这名字起的 鬼山大学 是怕不会闹鬼吗 走 可是 你跟在我后面 四零四公交车 你来了 都给我坐下 乖 你 开车 喂 你们不乱来的话 我是不会伤害你们的 小姐 到站了 你们是怎么死的 为什么还留在人间 是不是有什么怨念 404路公交车 是往返于鬼山大学 和镇上为二的公交车之一 乘坐404的 基本上都是鬼山大学的学生 称之为鬼山大学的校车 也不过分 好像是啊 车里坐的基本上都是样貌年轻的女鬼 我也只是个普通的公车司机 每天上班赚一点微薄的薪水 养家糊口 家里的老婆和三个孩子都靠我养 我从来都没做过什么坏事 谁知道 死得这么不明不白 发生什么事了 为什么公车上的人全部都死了 这件事 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你们去一趟鬼山大学就知道了 许愿 要到五月十二点了 咱们要快点到学校里去 不然任务恐怕要失败 鬼山大学 是被诅咒的大学 我活着从那里离开 没有人 愿灵会将你们拖入地狱的 进入鬼山大学 解开鬼山大学埋藏已久的往事 卧槽 探照灯要五万金币 这么贵 许愿远你怎么回事 关键的时候别吝啬好吗 一个探照灯有什么用 买买买 八个全买 灯塔组装完成 您这分明就是第一天的旋转灯好吗 胡起张彩色的纸在灯罩上 咱们立马就原地蹦迪 也就你们这些阿姨喜欢蹦迪 奇怪 是很奇怪 一般大学不会将这种封闭的铁门设在巷门口 毕竟大学都讲究开放 门卫加访客登记 顶多设立紧接栏杆 这种铁门太老实了 和巷门本身现代风格不太配套 就好像 就好像不是为了防止别人进入 而是阻挡里面的人出来 你看 铁门里有很多抓痕和血痕 而且铁门是向外倾斜的 应该是受到了里面往外的冲击 才会变成这个样子 你不怕突然伸出一只鬼手 拽着你的头发 把你往里拉吗 最好那只鬼手现在就出来 我的刀极不可耐 正愁没地方开光呢 铁门不太好开 咱们从上面翻过去吧 布局奇怪 怎么看都觉得压抑 生物提示是要求 咱们解开鬼山大学 埋藏已久的往事 可是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要怎么解开啊 没人的话 大概要抓几只鬼来问问了 你确定要进去 要不然咱们再等等 看系统还会不会提示点别的 喂 许悠 你要是怕的话在这里等我 能不这么冲动就往楼里走吗 你是带着杀猪刀 可万一鬼太多 你砍不过来呢 咱们得制定一下战术 来 你手拿来 你要做什么 鬼很少会直接和人正面冲突 他们比较喜欢暗示恐惧 或者附在人的身上 让同伴自相残杀 还有一种情况也很麻烦 他们会用怨气 影响我们的大脑 让我们产生幻觉 将他们误认为是同伴 所以咱们得做一个记号 这样才能认出彼此来 我也给你画一个 选择一位玩家 进入女厕内 独自在里面 待上十分钟后 活着出来 否则 任务失败 我去 可是许游渊 这个任务提示 听上去就知道 厕所里肯定有危险 没关系 你就在这里等我 嗯 隔间门锁了 还真有鬼呆在里面 什么情况啊这是 跟俊游写的不一样啊 怎么是 我在这儿害怕 出来 还好这女鬼逃了 这女鬼居然真的会害怕 还会逃走 感觉游戏里的NPC 智能很多啊 想必这些是暗箱 这些新版本的内容了吧 商城里的外观和道具 丰富了不少 NPC也有了新的变化 这大概是 十月在不断追求 更完美 更有趣的游戏体验吧 规定的十分钟 已经过去了三分钟 剩下的时间 我做点什么好呢 就这么待着 还是有规定的任务 其他三个隔间里 都硬着血手印 有明显挣扎的痕迹 被破坏了一半的 明智后 好像有些阴影 还藏着什么 等等 镜子里的我 哼 看个屁啊 其实我一直很想 做一件事 舒坦 怎么回事 到时间了还不出来 许又渊 你还活着吗 怎么没动静 卧槽 靠 明明有血条 怎么不掉血 靠 桃木剑还碎了 你真是灵魂画手 你们 血条下来的这么轻松 都已经是鬼了 还这么脆弱 在这个世界 为季节恋不觉 中年少女也会失恋 生活再也回不到从前 游戏里突然通电 改变自己世界 身份面貌都被遮掩 可怜爱感觉 只是一眼 是谁的故事情节重现 是谁多年在悄悄暗恋 中年少女也会再有春天 只是需要一点更甜 是谁秘密把角色扮演 是谁重新几率许多年 你的心已在我的心片 是谁重新几率许多年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许许多年 你的心已在我的心片 想到过去都没了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